若然都必是下一句 可而閉上了你的罪 無謂再會要事 再會更加心碎 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秘訣 無論你懂不懂彈琴都好 都可以很簡單很快的 弄到一個鋼琴的伴奏出來 不要錯過 Let's go 如果大家還沒看過我之前的教學 我這個頻道將會發放一些弄音樂的秘訣 去幫助一些無論你音樂聰明不聰明 都可以很簡單的製作一些很好聽的音樂 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訂閱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以及我下面Facebook Page的連結 好了 今天和大家說的軟件 是和之前介紹的CodeBot有幾分相似 但它只是集中在鋼琴 所以你其實可以用它成為你個人的鋼琴家 除非你真的彈琴很厲害 不然這個軟件一定比你自己彈 或者叫人幫你彈 好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軟件 Easy Key 這個Easy Key 它有很多種選擇 但都是集中在鋼琴那一樹 我購買的就是Up White Piano 其實它這一堆全部都是不同的音質 基本上運用起來應該差不多 它呢 是要收費的 建議你試一下 如果真的覺得很好用 你才購買 好了 首先說一下為什麼要用這個軟件 首先自己彈琴錄音會遇到什麼問題 你可能你彈琴不是很厲害 你技術有限 你彈起來就不能多元化了 第二 你萬一彈錯了 那你又要重頭錄過 或者重新彈過你彈錯了的部分 那你要花時間去修改了 第三 你有可能會彈快了 彈慢了 不適合的 那你又要重新修改 那如果你真的不是一個很厲害的鋼琴手 我相信你會花很多時間去修改 那用Easy Key有什麼好處 第一 個個都可以用到 個個都懂得用 你懂不懂彈琴都可以用到 你只是放好你的Code 選擇自己喜歡的彈奏方式 那就可以了 之後 你亦都可以轉不同的風格 按一個按鈕 你譬如想由POP Song變成Jazz 按一個按鈕就搞定 省了你很多很多時間 還有它不會彈快不會彈慢 減少了你修改的時間 Easy Key唯一的缺點就是有點貴 但它有免費試用的 那你不妨試用了 如果好用才會再購買 那現在就去看看Easy Key 怎樣用了 這個就是Easy Key的介面 你會看到我用的是Up White Piano 那你會看到這個介面是非常美觀的 還可以彈起來 那你下面這個位置呢 就是最重要的位置 你可以在上高加弦的 按這個加好就加弦了 下面這裡就告訴你 這一首歌是C Key的 如果你想轉Key 你直接轉它 它就會變成另一個Key 那這裡就告訴你 它這首歌的速度是怎樣 你也可以自己聽一下 你聽到現在的音樂是很齋的 因為它只是彈一個Key 沒有Pattern 那怎樣轉Pattern呢 那你就選擇你想要轉Pattern那些Key 那你可以插著它 譬如我想這四個Key 都要轉一些好聽一點的Pattern 那你就選擇它 之後就按 Use Browser MIDI 這個按鈕 按完之後 它基本上呢 它就會轉了你選擇 一個的Pattern 那譬如我選擇 是Pop Song Straight 一個intro Variation 2 那它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有intro verse 和peace chorus 都有不同的Variation 那譬如我Variation 1 用Variation 1 這樣彈你就聽一下感覺是怎樣 那譬如我轉另外一個 Variation 3 很多不同的選擇可以選擇 那如果你想轉它做那個Pattern的話 你就按這個 replace這個按鈕 那它就會轉了 那如果你想再轉它 用其他一些Pattern 你就回去 Use Browser MIDI 那書 再選擇 另外一種聲音 再按replace 這樣它就會轉了 那譬如你喜歡這個Pattern 但是你又不想它彈得那麼快 現在彈得很快 那你可以按這個 Halve Tempo 那它就一半出到了 所以有很多種變化可以選擇 你或者叫它彈再快些都可以 那你要去到很厲害的鋼琴手 你才可以彈到這樣的速度 那現在你是C Key 轉chord 它有一個好 它已經告訴你 C Key 它的chord progression 是什麼 譬如你是在作曲 你想有些靈感的 你可以 環繞著這個位置 在這裡 嘗嘗聽一下 不同的chord 看看你可以創作了什麼 不如按一下 已經聽到一些很棒的感覺 刺激你的靈感去作一些很好的melody 都可以 那不如找一首歌試一下吧 好啦 那就用這一首 楊千華的可惜我試水平座做一個示範 那我只打一個chorus 大概你應該明白的感覺 它跟chord box差不多 但這個就指弓在鋼琴方面 這裏每加一個chord 它已經是一個bar 你看到這裏C 一個bar有C和G 所以我要把C減為一半 再把它變成G 再減為一半 再Am一半 再Am一半 之後F 再G 再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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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就是chorus的前部分 那 最後一半 2個chorus 基本上和第一個chorus差不多 除了最後一顆 是和它不一樣之外 所以你可以 去選擇 全部 第一個chorus 全部 按右鍵 Copy 之後放在G 後面 按右鍵 Clace Block 再移好位置 之後只轉到最後那個 這個bar 是有 F 和 G 的 所以 F 是半個bar 再加 G 半個bar 再最後加 C 一個bar 這個就是整個 chorus 如果你怕亂的話 你可以去描述不同的項目 有不同的顏色 譬如這個是 chorus 你可以描述 右鍵 按 property 之後你可以轉去一個顏色 chorus 的顏色 之後又描述另一個 property 轉換另一個顏色 就可以分得清楚 這個是 chorus 第一句 這個是 second chorus 剛才也有教過怎樣轉音 譬如我 first chorus 是用一個 pattern 我就 highlight 它 之後按 use browser midi 之後 譬如想用這個 可以先聽一下感覺 再決定 就會是 別引出我淚水 尤其明知水平座醉 愛是流淚 若然倒別是下一句 可以閉上你的嘴 這個 chorus 聽下去可以 或者試一下其他 chorus 這個 我就會去 連引出我淚水 尤其明知水平座最愛是流淚 這幾個 你聽得出已經非常好 我都不知道選擇哪個 每個人都很好聽 我先選擇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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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section 全部就是用了這個 pattern 那 second chorus 譬如用另一個 pattern 我又 highlight 它 之後按 use browser midi 之後譬如我用 chorus 這個 chorus 這個是第二 chorus 這個是第二 chorus 要時會去 沒有止痛得上 所以你自己彈 都未必彈到這樣的伴奏的果效 而它是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可以讓你來自拍 你選擇 所以你如果好好運用的話 你應該可以做到一個很特別的鋼琴伴奏 加上如果你 將它配合合 chord board 之前的教學所教的 配合在一起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一個更加 好聽更加完美的 一個音樂 demo 那你現在聽一次 開始了 即是有多點 pattern 都變成沉悶我半晚看睡 十年後還現在失去 反正到最後也唏噓 跟絕情 我都說我自己出去 如果你要好好適當地 分好每一個Session 每一個Session 都將它有 Semi的變化的話 你可以將這個 鋼琴的伴奏 做得非常好聽 最後這一處 Menu 這裡 同樣地 是可以在Soundtrack 可以 export Sounds去MIDI file 那你 export了MIDI file 你再 import在你的音樂程式裡面 去選擇一些音源更加好 音質更加好的鋼琴 這樣會令到你首歌 變得更加美 其實它本身的音源已經很好 所以我建議你 如果你真的想做音樂 你又不是很懂彈琴 我建議你用這個軟件 去購買這個軟件 但是你先試用了 再看看怎樣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教學 記得訂閱 記得按讚 有什麼問題的 也可以留言給我 或者在阿基工作室的Facebook Page 可以跟我溝通 去談一下 怎樣用這個軟件 好了 就是更多 拜拜 再談一下 我先不咬 剛才 相差 一個 問題